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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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,欢迎收看PARTNAN的三分钟音乐小教室 在收看之前,大家记得按订阅和like 那就不会错过PARTNAN的资讯和优惠了 有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了,我们上一集就弹好了右手 现在我们试试弹一只左手的quad 先和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quad progression 好了,我们之前有一集就讲讲一个1565的quad progression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15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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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一次 1565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教过的quad progression 这个就是一个g slash chord 就是会把b弹成一个base 然后就是am 然后就会弹成g major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,g major的quad 五 chord 即是第五个quad 其实有时候 它是可以被三弹取代的 留意一下五弹 其实它呢 有g,有b,有d 对不对 而三弹呢 有两个音是overlap做的 和g major 所以其实它们两个有时候 在某些情况是可以互相取代的 那它会变成什么呢 例如我们的quad progression 就会变成1,5 然后6 然后3 就把五弹取代之外 或者3取代它 那其实呢 它们的合理性都在 因为为什么呢 它们都有两个那么多的common note 就是同一个note 那会弹成这个progression 出来 1 5 6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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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和在嘴雪爱里的这首歌的chord progression 一开始 1 5 4 5 1 5 4 5 5 1 5 4 5 1 6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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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5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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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分别大不大 Oi Say I Love You那段 如果用1565是怎样呢? 如果用3 如果用5有一种准备回家的感觉 但如果用3是一种继续推进的感觉 所以我们这次会选择用3 那几个练习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开一个Click来练 每四拍 就需要弹一个Quad 准备了 1 2 3 Go 1 2 3 Go 1 2 3 Go 1 3 Go 1 3 Go 2 3 Go 1 2 4 Go 1 2 2 4 Go 1 3 Go 1 2 2 2 3 G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的音乐小教室就来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like、share和subscribe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下面comment 我们都会尽量去解答你们 下次见,拜拜!